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林營養師 桑林營養吃 今天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叫做異國料理營養吃 那我們第一波就是要跟各位介紹 泰式料理 到底去吃泰國料理的時候 要怎麼點餐 會比較健康、比較營養呢? 登登! 全部幫各位都點過來 今天就是要教各位 最推薦 與最不推薦的泰式料理 等一下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像你們去吃菜式料理的時候 你覺得最推薦的是什麼? 我喜歡吃月亮蝦餅 打包子 這些其實不是最推薦的 我們第一推薦的就是我們的泰式檸檬魚 因為它是除了裡面有礦物質、維生素以外 它還有滿滿的優質的蛋白質 因為我們人蛋白質一定要吃夠 常常蛋白質會缺乏 也會造成一些水腫的現象 重點是什麼? 它的熱量非常的低 跟一些其他的肉類來比較 它熱量這樣一條魚 這樣吃下來大概也只有300多卡 如果你是點一道牛豬雞 像這個糖醋白骨 可能就是五、六百大卡這麼多 那第二推薦的是什麼? 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焦麻雞嗎? 不是喔 我們第二推薦的是我們的 青木瓜海鮮沙拉 因為我們常常去吃泰式料理的時候 肉跟飯的料理就會吃很多 常常這個纖維質都會攝取不夠 建議一定要點一個沙拉 可以點海鮮沙拉或青木瓜沙拉都可以 可以補充我們足夠的纖維質以外 它熱量也很低 也可以增加我們的飽足感 那第三推薦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這個 打拋雞 它也叫辣炒雞 這個非常下飯 它是用雞胸肉 而且算是低脂的 當然你也可以點豬或牛 它熱量都會稍高一點 如果真的以這個健康 熱量比較低的角度來看 點這個雞肉是會比較好一些些的 那我們最推薦的第四名是什麼? 蝦醬空心菜 我覺得這也是必點的 你吃了很多肉以外 當然纖維質當然就是吃不夠 所以要靠一些像這個蝦醬空心菜 這其實也很下飯 但它含量也會稍微高一下 但是你出去已經去餐廳吃了 就不用管那麼多了 而且你要選擇先吃 因為先吃 你可以叫它空心菜先上 先吃的話 你也會增加一些飽足感 其他的東西你反而可以吃少一點 那我們第五推薦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酸辣海鮮湯 有一些蝦子啊 蛤蜊啊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補充優質蛋白質 而且它都算是白肉 這個吃海鮮膽固醇會不會過高? 其實在這邊跟各位科普一下 我們身體中的膽固醇 其實跟我們飲食的關係只有占到兩成 絕大部分80% 都跟我們身體的代謝有關 尤其是你自己的肝臟 如果今天你肝臟出問題的時候 身體的膽固醇反而就會變高 而且它的熱量也不會到太高 那現在要講最不推薦的第一名 大家知道是什麼? 糖醋排骨 為什麼糖醋排骨會怎麼追餓? 它其實比炸排骨還更加的追餓 因為它除了是果粉下去油炸以外 它的醬汁都是還會勾芡 所以它熱量非常高 如果100公克來講 大概就500大咖 這麼高的熱量 差不多有點像是在喝油 最不推薦的第二個料理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菜式焦麻雞 就是這一道 因為它的雞肉外酥內 它旁邊是有一些青菜 有一些黃瓜 有些高麗菜等等 讓你感覺沒有那麼追餓 但是它的熱量非常高 然後就是因為它下去裹粉 下去煎 但是你如果不吃皮的話 就可以減少非常多熱量 那最不推薦的第三名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 BBQ嫩烤松阪豬 松阪豬有人會說 它其實也是蛋白質的一種 但是沒錯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 豬頸肉的話 它就是100公克 大概有280公克 所以熱量會稍微高一點 所以建議都是點這個白肉 優於這個紅肉的部分 像豬肉它就是算紅肉的一種 它飽和脂肪酸就會比較高 那跟我們的心血管問題 影響比較大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飽和脂肪酸這個問題 一加四口去吃 泰式料理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點 建議喔 比如說像四個人 你可以算加二 總共點六道菜 但是建議其中兩道 一定要是青菜類的 像是剛剛有介紹的 青木瓜海鮮沙拉 或青木瓜沙拉 包含這個蝦醬空心菜 辣草高麗菜等等都OK 你就是點兩道 才可以補足纖維的攝取量 它可以延滑我們血糖上升的速度 可以進而幫助我們胰島素的控制 這到底什麼意思 就可以幫助我們瘦身的意思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的隱藏熱量 那有一些是我們看不到的熱量 像是我們最愛吃的第一名 你月亮蝦餅喔 像這樣一盤裡面 就有六百多大卡 所以你平均吃了一片 大概就有將近快一百大卡的熱量 因為它除了蝦以外 它外面裹了一層面衣 而且又下去油炸 所以它的碳水化溫跟油脂的量 都會比較高 所以有一個辦法 就是叫你把皮剝掉吃 你要嗎 不要 那就變成是你要自己去算一下這個熱量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飲料跟我們的甜點的選擇 像你去吃泰式料理的時候 是不是就一定會點一杯泰式奶茶 除了裡面的糖還有這個煉乳 所以它熱量都會比較高 像是一杯來講 它就大概有三百六十大卡 當然首推是我們的茶類 還有我們的咖啡 當然還有一個你可以選擇 就是我們的椰子汁 椰子汁也是非常清涼好喝 而且裡面也有很多礦物質 還有一些微量元素 這樣一杯才六十大卡 你自己做選擇 不用太多說教的部分 相信大家一定還有另外一個位置在裝甜點 這個摩摩喳喳 它真的很好吃 但是它的熱量真的就是高了些 因為它有椰奶 其實椰奶裡面是算高油脂的東西 它熱量都會比較高 而且加進商這個甜點還蠻甜的 那會建議甜點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這個石井水果冰 或者是龍眼冰 負擔比較小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用分食 你可以一碗甜點 四個人分著吃 自然而然熱量就會減少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泰式料理營養師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想看哪一股的料理 都可以跟各位做一下分享 我是桑尼營養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今天就到這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